左派为什么会为了政治目的丧心病狂道 要吹捧变性文化 呼吁小孩子去打变性激素 保守派的州像是德州和佛州 一直都在立法对抗儿童变性 但是拜登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专门用来对抗这些州 对于儿童保护的法律 怎么能不让儿童变性呢 这是歧视 全美国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 变性的权利 看看这些要什么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些maga的人 居然不让小孩变性 这是对于我们家庭的攻击 在他的这个法案里面 禁止变性的小孩接受转化疗法 转化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去帮助一个想要变性的小孩 不管你是给他一些心理上的疏导 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他不允许任何人帮助小孩去改变变性的想法 他们要创造一个历史性的举措来防止有人帮助别人恢复到他原本的性别或者是改变他要变性的想法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想要变性的人不管是成年人也好孩子也好他们想要寻求变性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人出现给他劝导给他传福音 这样的人就是犯法了 那么在这个行政命令中呢 还要求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与各州开始合作促进扩大获得性别肯定护理的机会 性别肯定护理是啥 这个词是LGBTQ的这些活动家专门用的词 这个护理呀包括切除女性的乳房 切除男性的生殖器 在女性的身上造一个假的生殖器 以及脸部的整形手术 比如说面部女性化或者是面部男性化的这种手术等等 那么青春期的组织剂和荷尔蒙注射也属于在这个性别肯定护理的范畴里面 不仅利用这样变态的行政命令让美国的小孩去变性 拜登也积极的邀请LGBTQ的活动家光临白宫 并且发表演讲 呼吁大家一起团结起来帮助小孩变性 我代表演组的邀请LGBTQ的借账 教育的藝衣 我代表演兴奏 我在这里的邀请LGBTQ的 和来自立节衔 来自立节唢 虽然这些变态的人是少数 但是现在他们正在被带上更大的舞台 虽然这些想法是变态 但是政府告诉你 不 这是好的 白宫邀请这样的LGBTQ活动家发表演讲 他们呼吁让家长让老师以及支持他们的人 全部都站起来来支持儿童变性 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守住我们的底线 他们有联盟 我们也有 我们有教会 我们有持守圣经真理的家长 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孩子 而且我们要去帮助那些被迷惑的寻求变性的小孩 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 带到教会里 让神亲自的帮助医治他们 不管政府的立法是怎么样 坚定真理的立场 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儿 夏天是不是太无聊了呢 是不是想要找一些合家欢乐又有意义的活动一起做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Impact Harvest Church 邀请你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参加圣夏圆游会 在7月10号上午11点到下午4点 今年的主题是种夏之梦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可以找到他们的梦想 更重要的是他们造物主创造他们时候的方向 让人活得可以更有意义 更有目标 更丰盛 Impact Harvest Church 欢迎所有AI News的观众 西家带卷来参加 有丰盛的食物 饮料 还有大人小孩都爱玩的各式各样的活动 包括现场乐团演奏 还有抽奖活动 我在这里真的是说不完 因为我当天也会在 因为那就是我的教会 地址是140West Lime Avenue Morobia California 91016 详细情形换一道Impact的网站 www.loveimpact.net 来了解更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